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以往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要不要帮老人家做极简断舍离 今天早上就有一个非常困扰的观众 跟我说 帮老人家收拾家不但不被夸奖 还有被批评,还有被抱怨 他说真的很困扰 很明显老人家的生活习惯是不好的 然后购物习惯也不好 然后家里堆积如山该怎么办 怎么说呢 我自己也经理过 大家也看见过 我曾经怎么样帮我妈妈收拾家 那后来呢我就会发现 其实物品对他们来说 会带来一种安全感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那个年代 就是我们父母那个年代 他们经历很多 物品的增加呢 其实会让他们很有安全感 所以在这个点之前呢 我也纠结过 我也希望我的妈妈生活在一种 非常干净整洁 就是空荡荡的感觉 但是这个东西问题是 我们因为我们的平时生活 太过忙,事太多 所以极简可以让我们心安 可是对他们那些本来整天 没什么事做的人来说 如果你家里给他空荡荡的 特别是如果是儿女 又不能陪伴在他们身边的话 空荡荡的家会让他们 特别特别的寂寞 没有安全感 所以呢后来呢 我就想猜了 我就跟身边的人说 我说老人家的家呢 就是看他们自愿 如果你真的想让他住的舒服的话呢 你就把他生活区域给整理好 比方说他的床啊 床边上啊 就是那个房间里边呢 给他多吸尘啊 床单勤换洗啊 然后保持到干净整洁 那他的东西呢 特别是一说起要扔来 像我妈妈一听说要扔可心疼了 所以呢我就觉得 老人家又老人家原因 那如果我们真心想要帮助他们的话 那是有方法的 我们可以先不扔 把他先一箱一箱的装箱整齐摆放好 那他当他知道他的东西还在的时候 他至少心里边不会害怕 不会担忧 不会觉得很浪费 一种内疚感 对不对 所以呢帮助他们的第一步 我们可以帮他分类 比方说特别是老人家一些破的烂的 旧的都不舍得扔的啊 我说OKOK不扔不扔 但是呢我可以帮你移到某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找一个空间专门放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呢 就是为的是将来 如果老人家将来百年归老以后呢 方便我们去收拾 同时呢在他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也会把东西全部都给他分类放好 就是你一分类把它整齐放好呢 老人家就会看到 哇我自己有四五个风扇 哇我有几个电饭包 哇我有多少多少个剪刀 就是你把它全部零散的东西 全部都给他收集到一起放 并且他是可以能看到找到的 他自然就不会买了 因为他为什么去买 因为他看不到他找不到 他以为他没有他不记得了 所以呢如果真正的想解决 他无限购买的问题的话呢 那你就把东西都给他 就是他的日用东西 他需要什么都给他整整齐齐 给他摆好他 让他可以一眼看到 啊我有这个啊我有这个 哎呀原来我还有这个 但他看到他的这个四五个电饭包啊 可能看到这些东西 他可能让自己会感觉很心安 可能会让自己很有安全感 不一定的啊 就老人家他物品不扔 有他的原因 那我们做儿女的 虽然说我们一心想为老人家好 但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生活习惯 强加给别人 那大家都知道我以往是一个 就是我是一个说句好听是热心 说句不好听就是喜欢多管闲事的人 所以我是一路走过来我很清楚 就是有很多时候 你认为你是真心为别人好的 你也认为这是对的 可是如果在对方不同意 和不喜欢的情况底下 你硬硬要去做的话 那会让别人特别特别的反感 而且你不管认为你所做的 多这事情有多对 只要别人不愿意 你做的就是错的 因为你没有资格去硬硬 去改变别人的生活习惯 去硬硬的去插手别人的生活 包括我们的家人也是 老公孩子父母都是一样的 包括比方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做期节 我们收拾家 我们把这个客厅扔了个清空 但是你不能说连孩子 你非要硬硬的让他怎么做 老公一定要硬硬的让他怎么做 不然的话家就不成家了 家是什么 就是要舒服 对不对 不是说干净整洁就是对的 没有对错 家就是舒服 那当然了 因为由于家里边大多数是你打扫 所以你有权利 让公共区域越少越好 为了减轻我们的工作量嘛 对不对 那孩子的房间 他由他自己选择 就是他自己打扫 那同时他的房间有多乱 你也都不要管 所以只要你做好你自己 你会影响到别人 老公也是 你应该给到一个区域专门是属于他的 他可以摆放任何他喜欢摆放的东西 你而你不去干涉他 但是同样的 同样的 如果他不喜欢你干涉的区域 你就也不用帮他打扫 因为既然想要属于他自己的区域 他就必须要为他自己的区域负责任 负责任 这是孩子与老公的方式 可是老人家不一样 老人家年龄都这么大了 在他们的晚年 我们就希望他过得可以悠闲自在顺心 对不对 那比方说 特别是有很多年轻人就说了 哎呀 因为老人家不用他干活 他非要干 不用他干嘛 他非要干 做正又做不好 可是非要做 我想给大家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 其实老人家到了老年之后 他也会有缺失安全感 因为当他觉得在儿女面前 他不再有价值的时候 他其实心里边是非常落寞的 非常落寞的 虽然有些时候就会 我们会说 哎呀 你出来干嘛 你会很累 或者是做不干净 我们心里这么想 可能不一定这么说 但是后来我就想想 我们何必这么执着呢 他做就做呗 对不对 那晚洗不干净 最多我们再洗一次了 对不对 就是为了让他们开心就好 像比方说我妈妈 如果给我做饭 就是有时候家里边吃不完 他做太多吃不完 那家里人可能就会说 哎呀 不要再 不要再做了 做了吃不完就浪费了 那以前我可能就会和他说 哎呀 不要做了 可是我妈妈就是一个 一个喜欢做饭的人 而且别人吃他的东西 他就会很开心 那后来我就想开了 浪费就浪费吧 他喜欢做就 我都做了 而且我每个星期都会 去他家里去吃饭 陪着他聊天 就是当他看到他还有作用的时候 当他看到他在儿女面前还有价值的时候 他是快乐的 所以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我们要以不同的方法和方式去判定 你该如何给到他们快乐 有些老人家你什么都不让他做 你把他像米勒佛一样把他供起来 他反而好像失去了人生价值 他反而可能会很快就凋零了 所以我们儿座儿女的虽然孝顺说 爸爸妈妈只要你们健康的活着 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的福气对不对 但是有些时候也不能 只是我们单方面的认为的孝心 去硬硬的强加在父母身上 而且特别到了一个 他们到晚年 而我们变强势 他们变弱势的时候 如果你硬硬的要插的话 他们其实也是非常难受的 因为有好多时候呢 我们帮老人家打扫呢 我们总是想一劳永逸 比方说一次都丢光了 下次就不用打扫这么多了 就麻烦 因为东西多就很难打扫嘛 但是还是那句话 老人家拿物品 它是当一种安全感 那我们唯一做的就是 我们把它分类 然后摆放整齐就可以了 好 今天就短短的视频 回答一下观众的问题啊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